設計像asp 資料庫部分呢其實沒有key也是可以寫入的 但是asp.net呢 雖然不用寫入程式 可是你設定的時候沒有key他就不給你寫入了 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那如果說你看到這個灰色的時候呢 沒辦法打勾你就沒辦法寫入嘛對不對 所以呢把它取消一下 如果你要可以寫入的話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按右鍵也是一樣 開啟資料 表定義這地方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請你在那個 這個id上方按右鍵 右鍵之後呢請你看到關鍵就在這裡 設定主索引這個一定要怎樣的 點下去 也就是說你的這個主索引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很抱歉 你這個地方一定就不能寫入 好這個地方要特別的注意 這個地方 很多同學一直都 發生錯誤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把它儲存之後的話 再把它關閉關閉關閉之後呢 也是一樣重新 再把它跑一下 這裡的話呢 也是一樣 那來源的部分請你再把它重新跑一下 下一步之後的話 一樣在那個進階的地方點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就可以打勾了 有沒有 有打勾表示 才可以 你會啟用那個編輯跟刪除功能 然後特別注意要按下一步 這個地方測試一下反正就重新再幫他跑一下就對了 跑一下之後呢 也是一樣 出現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你的這個data source 就可以做新增 跟那個修改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呢 你再去設定什麼 你的data source 你會發現 啟用 編輯 啟用什麼呢 刪除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出現了 那你就直接把它save之後 再 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本來某一筆資料不能做編輯的 這個時候馬上就可以編輯了 編輯完你按更新 馬上就可以更新 他跟 資料庫呢 是同步的 所以你會發現有執行起來之後呢 本來前方呢 沒有兩個 這個編輯跟刪除 的功能 不過這個功能 你也只能夠給那個什麼 後端的使用 你不能給前端使用 使用者如果不是 看到這刪除很好 很好玩就把它按刪除 那你這筆資料就不見了 OK 所以這裡比如說要更新 像這筆這本書好了 已經 過季了我想把 價格更改一下 改成這個490好了 你在按個更新 馬上在 網路上面的價格呢 就改了 所以後台